你好 选100块钱还是开一天你的dream car 这100块钱我能拿走吗 可以 但是你不是觉得开车更有意思吗 不敢去你去 那我拿走给我给他们买包烟去 行行行 我也是他们副意中的一环了 稍微说大话想 选100块钱还是开一天你的dream car 你这你拍抖音 对对对 可能拍一下吧 okok没问题 就是你可以选拿走100块钱 或者是我带你去开一天你的dream car 你想开什么车都行 dream car 但是年代可能比较久远了 就是6.2T的那款C63 6.2T自信的那个老的W204 对对对 对对对是是是 哥们那6.2T和这个玩意儿有点 挺反差 小时候的梦想那款 行行行那这样咱能加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一会儿来找你 okokok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是这个吗兄弟 太帅了 别撤城了 撤城费了 ok 那咱们直接开始 等一下 把窗户打开 我刚才说太对了 太对了 太对了 按理来说 哥们就可能你开电车开特斯拉嘛 就可能我感觉 那个提速是不是要比这个车要更快的 可是看你还是这么兴奋 什么 这能一样吗兄弟 C63真正的大V吧 那电机那玩能比吗 这车当年一百好几十万 你看看这 当年都是顶配啊 小的时候 当时看电视节目还有那种外国汽车杂志 就这辆车 跟那个宝马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型号 他俩就是有一个封面 192 192 他俩当时那个封面拍的就跟速迪一样 当时初中 直接就是给我心里那股火 直接就点起来了 我就喜欢的不能办了 就是这款C63 就一博一样 我做梦都想开这个C63 我跟你说 当时就初中的时候 跟我班同学聊那些汽车 他们就跟我聊 兰博敬迪法拉利 布加迪这些超跑 我就跟他们聊这个车 他们就觉得 就觉得我很聋 他们知道那些品牌 但是这种压榨性能的魅力 兄弟 那直接来 这样就是这个车给你开的环节 给我开 对对对 真事 我不跟你客气哦 直接来兄弟 我直接下去了 太爽了 你看 你看 爽吧兄弟 太爽了 现在这个多少钱了 10万毛尔头吧 10万 那我现在 我直接回家 给我的电号子换了 安排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单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咋子 不至于 不至于吧 你 心情了 心情了 毕竟是小时候最喜欢的车 真是梦想 真是梦想 这就是我有个问题啊 咱们就是开特斯拉 也不是说开不起这个车 那么是什么原因就是 当时不想着说去圆自己这么一个梦想呢 哎 兄弟 这不一样了呀 就长大以后啊 我的生活它就不单单属于我自己了 你懂吗 有的时候你还要考虑 去家庭这些因素 所以说 力气 那这样 兄弟 一会你就自己开 然后我们给你来一点 帅气的小照片怎么样 整就好了 注意安全 别抗诉 拜拜 慢点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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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有重开日人物在少年热爱的活中 就像是6.2升的V8发动机一样 一旦点燃 就会在你的人生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吸 我相信每一位爱车的少年 都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dream car的 加油吧少年 冲吧 好了兄弟先还你吧 不是 我们可以开一天了 明天再给我也行啊 没事 不了不了 我没说要充着电了 一会去接我老婆了 那 那这样这样 明天 明天我再找你拍几十遍 再开一圈 OK吧 拜拜 路上小心点啊 确实没办法 已经有家庭的原因 这期就先 好了 你这车 带不带 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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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